国际食品展开幕 其中农业举的高雄物产馆 集结高雄最创新 最有特色的农特产品 例如这改良后种出的超比拟西瓜 就很少见 它很非常非常漂亮 它是比较墨绿色的 它肉色是非常非常红 然后吃大小也不会太大 它差不多就是两个人吃刚刚好 一个人吃也不会太成这种程度 相较一般中小型西瓜 这款情人西瓜口感扎实 两个人吃刚刚好 汤味上还有红糖椒 哈密瓜 好几种特色蔬果 都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民众纷纷好奇做上前 另一摊专卖有机水果加工品 也超受欢迎 我们是台湾少数一条龙 自己有农场 自己有加工厂的一个 食品的制造业者 主打果酱 果汁 果醋类的产品 全都是使用台湾在地的水果 加工厂也是自己的 从种植到制作的过程 一手包办 它的发酵过程的时候 我们是用有机的豆粉 来做乳酸菌的发酵 有别于可能其他厂商 使用奶粉来做乳酸菌的发酵 农业局出组的高雄物产馆 有17家业者参展 推出各式生鲜蔬果 农鱼畜产品 每样都是精选 26号到29号为期四天 在高雄展览馆南馆盛大展出 TVBS新闻徐继红高雄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